任谁都没能想到 在双金22和23日见面会之后 竟然再次让人看到了出差的妈发疯的爸2.0 在23日晚间 两人同时结束自己的见面会后 我们见识到了分别在日本和韩国的两人 做出了几乎同频的送别动作后 不少粉丝都以为要平静一段时间 然而24日一大早 要出发台湾出席品牌活动的金志愿 就被拍到了难忘的瞬间 金秀贤在准备见面会内容 提前飞往日本时 就被发现胳膊和手出现了明显的色差 但明明从泰国见面会结束回韩时 还是好好的 当时不少人就期待 能在周六日见面会 好好看看两个人的肌肤变化 那成想金秀贤在日本视频鲜少流出也就算了 全场都是帅气的长袖搭配 而金志愿这边 温馨的家的背景 可爱的粉色蓝色狗狗轻轻的布置 加上现场的氛围打光 加上全程内容精彩 根本没有引起注意 然而到了24日 起个大早感激的金志愿 被网友拍到在手腕处出现了明显的色差 且当他抵达台湾时 可以看出 胳膊处还有些泛红 显然是被太阳晒伤皮肤短期内还没有修复的痕迹 突然两人皮肤上的色差 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好奇 并且有韩国网友证实 18日和19日两天 韩国天气好 当然温度也很高 并且他们俩被眼尖网友发现是一样形状 还有人直接描出手套形状 开始疯狂猜测 他们是否一起约去打高尔夫 纷纷留言 打高尔夫球有助于身心健康 爱情滋长 要知道那对同样在打高尔夫的夫妇 已经开始幸福的早期教育孩子了 因为两人晒的形状一模一样 和被找到的这双高尔夫手套款式一样 这是不是爱你的形状 这不是晒黑晒的是不是恩爱 因为孙艺珍和玄冰当时也是被逮到 两人手腕同样有晒黑的色差 尽管对外曾三次否认在一起 但最后是大大的惊喜 举办了甜蜜的婚礼 真的从剧播完就让他们的粉丝吃到饱 不过在活动期间 金志愿把自己的一贯的亲民作风带到了台湾 金志愿24日稍早在淘机走环宇通关 下机后与大批粉丝挥手 还忍不住露出娇羞的表情 可爱的模样融化人心 头戴黑色帽子 身穿黑色外套的她 那搭白色背心与牛仔裤 由于现场有许多粉丝与媒体 她更贴心地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用韩文表示请小心 最后搭高尔夫求车离开 而当天下午 就有不少台湾网友目击了金志愿 出门逛街 她被捕捉到现身东门捷运站附近 超低调朴素穿搭意外掀起讨论 有网友惊讶表示 志愿穿这样 平常真的不会发现她 要不是粉丝的金生尖匠 要不是大块头的保镖护架 路人可能很难发现到 24日晚间不少网友 在东门捷运站附近 遇到女神金志愿去吃晚餐 从现场曝光的影片 可以看到金志愿头戴蓝色棒球帽 穿着黑色素T和休闲宽裤 背着粉色帆布带包包 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北下雨 脚上穿着疑似男款的拖鞋 超亲民 朴素穿搭让不少人十分惊喜 画面中 金志愿身边跟着几名高大保镖 一大群粉丝在一旁等待 在金志愿一晚餐后 还有一名粉丝学着类之女王剧中 金秀贤饰演的白贤又大喊 洪海人 金志愿听到后露出浅浅微笑 听到粉丝频频问 好吃吗 他也亲民点头回应 好吃好吃 他也十分亲切地向粉丝打招呼 比爱心完以后 才上车离开 也有人分享 当金志愿进餐厅前 他看到粉丝想要送信 却被高大保镖挡住 矮小的金志愿边往前走 边伸出双手 想要收信 最后则被护送往前 好在工作人员随后转头接信 粉丝的心意才成功送出 这样的金志愿 真的一切都值得 不过即便粉丝们吃太好 金秀贤还是怕大家饿拙 深夜放饭 他再次上演了金志愿 在新加坡活动时 泡泡地连环发送 在金志愿与台湾享受美食的间隙 他也疯狂发送自己在日本的美味 深夜放毒让人头昏 也是提到自己顺利结束了日本行程 在炸猪排店把菜单上的料理都吃完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第二场金秀贤的见面会现场 家人也到场为他助力 一定和亲人有了一个很好的放松 但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日前 对明星恋情总结上的第三点 社交平台突然更新频繁 还都是个人生活向的动态 穿轩传播 商务博不能算 这个放在金秀贤身上 已经发生了太多次 并且他还提到 那些在泡沫中迎接我的人 再次感谢你 我得到了很多支持 我会尽全力顺利举办粉丝见面会 并在新作品中展现出良好的表现 当然这句话对粉丝 或者看到打高尔夫的CP粉们都适用 但他下一句却说 我从来没有在粉丝见面会上跳舞 但我的肌肉很痛 这指向性也不要太明显 你要说金秀贤在当天晚上做了很多动作 导致出现了肌肉酸痛 这又不符合他运动达人的人设 记周到骑行都是小意思 舞台上的小小延展 却让自己肌肉酸痛 不知道别人信不信 我反正不信 但是要说谁在见面会跳了舞 这自然不用多说 金志愿发布会第一天和现场观众聊 千万别把自己跳舞说出去 他不知道当时就已经是多国热搜了 第二天跳舞更是把麦克风戳到了鼻子 可爱模样吸粉满满 他再次提到要保密 还是遭到全网疯传 并且日前我们也提到 金秀贤在他第二场见面会提到 自己有看YouTube视频 为自己当晚的见面会优化 结果看着睡着了 但是因为日本对隐私的保护 当时他流出的视频简直少得可怜 他能看几分钟 反倒是金志愿的现场惊喜满满 毕竟除了舞蹈外 寒白鲜右亮明显超标 见面会开场表演2PM的My House 展现唱跳功力 鲜少在粉丝面前表演的他 卯足全劲准备 双腿膝盖练舞练到瑜伽 他也跟粉丝一起 回顾自己过往演出过的角色 透露因为《泪之女王》刚播完没多久 所以仍有一恋 他最难忘剧中雪景场面 最近天气转热 他也常想起两家人一起在龙头里生活的日子 提起最爱的剧中台词 他说 我现在能想起的是 我爱你这三个字 那是病倒的海人醒来后 最想对贤佑的一句话 饱含各种层面的意义 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一场戏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另外 润和的名曲等待在《泪之女王》中 连结了贤佑与海人的年少回忆 和金志愿是多年好友的他 当初接到剧组询问 如果想使用他的歌作为插曲 需要多少版权费时 他便豪爽表示 因为是志愿演出的电视剧 你们就直接用吧 而金志愿见面会上 润和也以嘉宾身份登场 他是金志愿刚出道时的同门师姐 后来两人各自离开原本的经纪公司 润和得知金志愿 要接拍太阳的后一后 觉得金志愿一定会大火 之后想请他吃饭应该就没机会了 于是透过朴信会 要到了金志愿的联系方式 两人因此变成无话不谈的闺蜜 润和甚至会在深夜 接到金志愿倾诉烦恼的电话后 立刻开车到他家楼下 在他出门赏夜莺 最好品的是 当时主持人听到这块 好奇问了句 你难道是金志愿男朋友吗 金志愿犹豫了下说 是有心动的 当时主持人用惊讶的语气反问 心动了 金志愿笑说 对我来说 姐姐就跟白贤又一样 全成瘾的润和瞳孔地震 当然你以为金秀贤这样就算完了 他结尾时总喜欢各种各样的昵称 比如说此前的金秀斌 金斯ポート我们都有聊过 这次他用到了金元圈 真的和我们此前提到的 他见面会拍照版生日缺一天 金志愿的Be My One的主题 愿的英文翻译 以及金志愿见面会对主题解读的E 这次又再次上演 真的不要太好评 好评论 好评论